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澳門這邊發生了一宗幾誇張案件。 根據新聞報道,一名31歲澳門南銷售員 涉嫌奸淫兩名十幾歲未成年男學生, 司警仍然調查有沒有涉及其他受害者。 司警說,調查發現嫌疑人在三年前在社交通訊軟件, 以女性身份註冊帳戶,然後專門密識澳門男人聊天, 亦以金錢報酬方式利誘對方去酒店發生性行為。 而案情顯示,第一名男受害學生在8月下半月去到中區酒店房門外邊, 背對房門等嫌疑人時,對方開門由後面摸毛巾蓋著男生頭打入房發生性行為。 這位男學生在這段時間被人弄傷下體, 十分鐘後受害人自行離開, 回家將這件事告訴自己的父親。 跟著他父親報警,揭發了這件事。 警方在同一日發現嫌疑人以相同手法與另一名男學生發生性行為。 司警表示,這個疑犯的承認犯案說清楚對方未成年仍然發生性行為, 而兩名受害人竟然不知對方是男性。 案件就已經通報司警關注少年組, 和教清局說這個新聞的內容真是很恐怖, 一個31歲的男人走去強暴兩個未成年的學生, 還弄傷了別人的下體,很誇張恐怖。 而且照他這樣做,他應該不是第一次, 之前可能還有得手有其他受害人。 所以這一類這樣的交友軟件, 大家都是小心點啦, 有什麼不對勁呢, 好趕快走同大喊救命啦。 好啦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 下面留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